第十四条年 当时段落后是有生理性的 就是孩子从生命转到 生理上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持续 也有所生存或是一体的嘛 我不想生存是不能剥离的 而心理就是生理上有过有病的人 很难开心起来的 那生理上找话也要转 瞧瞧 男的也有 只是表现正常不短 很正常 继续睡觉 先睡几天过来就不空了 当你的头部的气血 已经很长时间循环不过来 刚开始气血循环过来的时候 人会睡 人会想睡觉 你就是这种症状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刚开始突然气血过来了 就突然就反而红尘了 其实是一种气脉通达的表现 反而是 只要你睡了 会开始有一段时间红尘 过一阵阵你就会睡醒了 很精神 然后直接直接睡一年就少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闭关肯定 护关的比较重要 是吧 最重要是你在官房里做什么 这也是很重要 第一官房的布局 就是你的布局 特定的你选的地气 地气是不一样的 地气 然后官房里你整个人的布场 不同的场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在修什么 在官房里 你做什么 还有护关 饮食其实都很重要 对对对 都是 就是 我觉得闭关超精啊 拜佛呀 大座呀 是不是 但是 应该是这些 不一定吧 但我没有闭关 这是我的理念里边 是这样想的 因为你要知道官房 有很多人闭关是目的 是其实闭关开始是 很多修行的 修到一定时候 他需要闭关 避开红尘的干扰去修行 这种闭关 他必定在里边 有一定的修正的法门的 就是上司会传送你一些法门 那么剩下的就是有一些 就体验官吧 就是说 他的红尘很疲悲很累 他想把自己关起来 一个人静静的反省一下 这一生所做的 所做的也可以啊 也算闭关 还有一种就是说方便关 就是说我可以在里边 我只是不说话 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看书写小说 我想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我也不说话 我中午出来吃一餐饭又进去 就是说不同的关 但真正的闭关是修法门 在里边 我一天要做几个小时 十个二十个小时 真正 这才是真正的闭关 剩下的都是体验方便 都是方便关 像我们刚开始都是体验 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 打得 打不到这个心境的话 是闭不了 因为我这边的所有的 从百日租金修正到闭关到朝 都是实证的 跟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其他地方可能说 只是让你来体验或者什么 其实我们有体验的官方 也是暂时让你来体验 如果对佛学生起一些正性 然后感谢去最后走入实证 而并不是让你来体验那个东西 因为官方也不是很多 那么你来体验 你站着一个方法 其实你不想学佛 你来体验官方就没必要来这体验 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 比如说不管是谁 就是说如果你压根 你就不想学佛学 你也不是说想修正 你只是找个地方住一下 那就没必要来我们的官方住 就是说对有些 你可以去更明山大川 更多的那些五星级宾馆 很漂亮的地方 去观风景 观山水 可以放松 但是我这边 所有的体验官方的目的 是让你通过体验 最后接触到佛陀的智慧 而最后从中得动 只是个方便 就是这样子吧 前开始就是说我们接受不了 接受有些简单的方便的 只有简单的接受了之后 才能知道最后怎样去 因为这就是我那天跟你说 学佛它毕竟就是从信佛到学佛 最后到修正是三个刺激 嗯 其实发心真的很好 我觉得每 你做的很多 但是呢 我希望每一个我们发心的人 能真正在佛学里边 也最终能够自己真正从佛学里受益 如果我们发心了我们自己反而没有真正的利益到自己 所以我们发心去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从佛陀的智慧里受益 别人也会说 你发那么大心 你都现在就这样 是不是 也会看的嘛 我们自己首先要从佛的智慧里 我们发心的目的 在成就别人的同时 也要成就自度度它嘛 成就自己 对 但是在我 虽然我学佛学的不太 那 但是我就是 在我心里就是想着 哎呀 让这些苦难的 众生啊 人民呢 能过上好日子 能能得到一些爱 真爱 世间的真爱 因为现在人有很多啊 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爱 有的很多都是自私自利的 只是为了自己 为了个人 嗯 其实善良之心 还是我觉得很多人有的 很多人只是不愿意付出真爱 只是怕受骗 因为太多的 他当他付出的时候 他受到的是伤害 他没有得到珍惜 谁会珍惜你的爱呢 当我们付出的时候 也许我们拿过 拿出了我们的金钱 也许拿出我们的爱 就很多的善良的心 但是真正我们会觉得 没有人在珍惜你 别人拿到你的钱的时候 他也在奢侈的去用 可能就是没有人真正的说是 你那个发心 是让他 他还照你的发心来做 没有几个人说 你拿出一笔钱 让他去做什么 他真的就照着那 也许他去吸毒了 也许他去玩了 最重要的是 你的发心就是说 修行人就是这样的 当你还没有智慧 看清你的每一个发心 是否有善果 因为善元 你发出来善元 是要有善报的 规定每一件善元 都能结出善果 那在看不清这个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能够 就是你只看自己的发心 然后不求回报 甚至不求理解 你不能说求别人的感恩 求别人的回报 甚至说求别人的理解 说你最起码不感恩我 你理解我一下吧 我是实行菩萨道的 这已经错了 是 你做了就做了 做了就 今天做了呢 一刹那之间你就放下 不要挂在这上 不要记在脑子里 你要么不做 要做的时候马上放下 那个时候功德最大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我只是做了 我愿意 就是做了 我自己做了这个事 我也非常开心 你不求什么回报 对 如果不求就更好嘛 你不求 但是我们总是还是留有痕迹嘛 我们到我明天 我对这个人很好的时候 或者是哪个人 如果我就对他好 对别人都一般的时候 我肯定我是有分别的 我肯定要想 最起码你也要跟我 关系别人密切点吧 我对你付出那么多 你最起码跟我说话 也跟别人不一样点吧 这么爱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你要多给我陪一会儿 是不是 这就叫 这已经在求所求了 那一定你会 有时候会失望的 那一定会 那一定会 这个时候你的功德 是打折的 就是说佛学的 三龙体空的故事 三龙体空的这样的 一定要相信 因为我们 我们虽然不求功德 但是我们成道 我们需要功德 没有功德 我们成不了 自我是放不下的 你就 就跑了 当我做的时候 选择做 一旦选择了 这个东西已经 这些东西 事情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做完了 做完就完成了自己一个心愿 与别人无关 人家感恩我 我也很开心 这个人挺有良心的 或者这个人是个善良的人 如果不感恩我 人家看见我呸 我也挺瘦了 我觉得 至今完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是不是 我也没求人家怎么样 人家又没有 主动一定要我怎么样 我心菩萨道 是我应该的 是不是 是你选择的路 在这条路上 无怨无悔走就行 这个事就比较困难 因为在这个世界 行菩萨道 如果你能得到理解好不好 这个事比较困难的 可能未来会好一点 但过去你可能会 马上就会被骗 因为他们会利用你的善良 和慈悲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伤心 因为我上上受骗 也很多 原来是很多的 所以说 骗了就骗了 最主要是说很伤心 觉得值不值 有时候会被 我为这个人付出值不值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骗了是因为 你当没有智慧 别人骗了 所以说骗了就骗了吧 就知道是钱是欠他的 今时来还的 这当然说 我们应该有智慧 尽量不要被骗 一旦我们已经被骗了 那只能这样想 但是我们就 如果这样想 我们很痛苦很难受 但是我们做完了 挂在主角也没关系 说 我们说说 我昨天还供养了你怎么了 我昨天还给你什么 但是只要我们的内心 是清净无然的 内心是了无挂的 这样没关系 你要记得 你要记住 你要敢回报我 其实怎么说 只要你的心地是清净的 你怎么说也无所谓 大家都在意 而且即使你提醒他 不要做个忘恩父业的人 也可以啊 你不要做 就是说我付出过啊 你要记得 你提醒他也没关系啊 因为你的心不是求他回报 是要他不要忘记别人的恩惠 人们说是真的受人蝶蝶 只要有权相报 就是不有权相报 你最起码有颗感恩的心嘛 是不是 最起码让这个人的良心上能身体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断地挂着最上 我记得你哦 我不是过你哦 你每天提醒他 你还没有回报我 这也是菩萨 你不要以为这不是菩萨 只要这位菩萨内心不在乎 他每天提醒你也没关系 他没弄完在心里 他主要说说 对 他其实并不是想要你感恩的 他只是觉得你没良心 因为良心 要启发你一定要有良心 启发你一定要有一些感恩心 你否则你是 他其实还是在帮助你 事件发很重要的 事件发很重要的 有很多人众生一直在迷 他得把这个迷里面跳出来 是啊是啊 我们要不迷已经是佛了 就那么简单的是 也就是说这个 叫中生就是迷了 也就是一个迷昏症 你如果是跳不出来 一直是在迷信心 对对 你要是跳出来了 你只有开悟了 长这会儿 是是是 是这样 跳不出来 永远是难受 哎 跳出来跳不出来 还不是 我们总是被静转吗 被牵引吗 还是舍不得吗 有牵引你的身心 被牵引 原来就是说 别人说我什么呀 我会心里不舒服 那时候没有觉得 我接触了就是一个师父嘛 就是去年刚出家的 他一下子说了很多道理 我觉得这个世间发呀 让我懂得了这个做人的 真正的去做 做这个善事 慈悲事 真正的去做人 是怎么做的 原来这是光 拜拜佛呀 这是求求什么呀 是不是 为自己的利益 会求点什么呀 但是 我接触了这个坚强师父之后 他说的一些 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求的 不一定 菩萨会给你 你不求了 反而什么事都来了 菩萨会给你 但是菩萨一定是给你 能够利益到你解脱的东西 你就不能说有求病 你可以在说 那个吸毒的说 菩萨给我些毒品 把菩萨有求病给你点毒品 他一定给你的 是能破你的执着的 如果你执着在情欲上了 那么他如果 只要是他给你的这些 也许是个逆缘 也许是一些东西 他看到了一会儿 如果你得到了这些情感上的东西 可能你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可能会被他害掉 那么菩萨肯定能看到 他绝对不会让你拥有这份情欲 他一定会让你解散 他也会帮你 但是帮你解散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想要自己想要的 菩萨是什么有利于你解脱 他给你能够利益你的 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只要求他的名号 你一定受到他的帮助 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